就你不要在夾娃娃 買公仔 一番賞那些都不行 就是你少買點衣服啊 然後你少點出去玩啊 或少點出國 對啊 蜜月都不要響了 蜜月都不要響了 怎樣 欸 你是有租房經驗的嗎 我是有租房經驗的 其實 跟誰 我 歡迎來我們新家 現在只要一進家門第一陣是湖 就快往陽台衝 蜜月生 我不知道你動作為什麼那麼快 但是我必須跟你說 你現在得騎身 我們要在那邊衝我們的新家耶 趕快 萬聚員不要進來 好 來啦 你不要再 你為什麼要離開張椅子 好 首先這邊呢 就是客廳 我們室內大概就16到17坪左右啦 然後這邊就是廚房 這邊是已經備有了IH爐 那以後煮飯的機率是多大呢 我不知道 反正我泡麵已經被好了 好 首先這邊呢 就是客廳 我們室內大概就16到17坪左右啦 然後這邊就是廚房 也是還蠻空蕩蕩的 只有一張單人沙發 這個可以展開來變成單人床 就是以後如果湖沒有洗澡的時候就可以先躺在這邊 或是我們吵架的時候就可以睡在這邊 欸 吵架我幫你準備床算還不錯吧 好啦 還不錯 至少不在陽台 你也開設陽台啊 你們一定蠻喜歡陽台的嘛 應該是 然後我們的廁所有兩間 這一邊呢 就是如果有客人來啊 或是我們洗澡淋浴的時候就在這一間 再來的話呢 就是主臥室 主臥室的廁所呢 是有浴缸的 你會泡嗎 我會 唉唷 唉唷 來 給大家看一下主臥的浴缸 我也蠻好奇大家如果家裡有浴缸 真的會使用的機率有多高欸 我覺得應該很低欸 嗯 因為我自己家裡有浴缸我也不會用 除非是那種 我如果外面是一片海的那一種 我去會泡 想太多 嗯 OK 大家剛看可能會覺得這個家怎麼好像還蠻空曠的 因為我們現在算是一個微入住的狀態 就是很多的家具其實都還沒有Ready 但是呢 最最最重要的床已經準備好了 畢竟有床我們就能睡 讓我們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的老朋友德國Emma小店 耶 我跟胡呢 過去一年睡了 就是德國Emma他們的Hybrid獨立桶床墊真的非常好睡 那時候要搬家過來啊 是想說舊的家就讓他們維持原有的樣貌 可是我們就很糾結 到底床墊要買新的呢 還是要把它搬過來 在這邊真的是要再次感謝Emma媽們 讓我不用糾結 搬到新的地方 第一個迎接我的呢 就是她 而且因為現在夏天快到了 我跟胡非常怕熱 但是Emma他們的Hybrid獨立桶床墊真的很透氣 然後非常好睡 基本上我們每天睡覺都是可以被好好的充電到的 那至於還有什麼讓我們非常非常愛的原因呢 就繼續看下去 德國Emma的Hybrid獨立桶床墊是歐洲獲獎次數最多的獨立桶床墊 它呢是採用獨立桶加上記憶棉的五層混合設計 對於習慣睡硬床的我們來說呢 我覺得它是軟硬度適中 直接拉開來給你們看 最外層呢 是高透氣的床墊 它是可以拆洗的彈性布料 還可以自動調節溫濕度 讓你保持清爽的睡眠 下面這邊是涼桿透氣專利記憶棉 它除了擁有高透氣性之外啊 專利的抗擾動設計也很棒 平常胡睡覺的時候翻身 或他早上起床要上班 下床我基本上都是完全沒感覺的 然後這個彈性減壓記憶棉呢 它是非常符合人體工學的 可以讓你的脊椎跟床自然貼合 來舒緩血管啊 對於神經的一些壓力 而高支撐性HRX棉層呢 它可以很好的承托住你整個身體 不論各種睡姿 都可以給予很好的支撐性 最後就是每平方公尺呢 有257個19.5公分的獨立桶 確保說你身體的各處都可以被玩好的拖住 讓你睡得更好更舒服 還有這個雲多枕 你們看 有多蓬鬆 多柔軟 平常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真的有種睡在雲枕上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起床 然後最外層這邊呢 非常的透氣 又很稀罕 那如果你想要調整高度的話 很簡單 來 拉鍊拉開 要高 要低 就任你調囉 因為我小夥伴最近也要搬家 也有在懸秘床墊 他就問我說 德國A馬床墊到底睡起來怎麼樣 到底有沒有什麼缺點 然後我就仔細想一想 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耶 我只有跟他說 因為我跟胡都是很怕熱的人 很容易流汗 那德國A馬Hybrid的床墊真的比我們過去睡過的床墊都還要量非常多 尤其接下來夏天 你絕對會非常的有感 但是我也看過蠻多網路上有網友在說 我覺得他們的這個床的邊緣或是床尾這邊會比較軟 容易掉下去 但是因為我平常的使用習慣是不會在床邊的 所以我覺得還好 只是因為畢竟每個人在意的點都不一樣 然後加上床 真的也是要陪伴你很長一段時間的一項物品 所以我覺得還是試睡之後會比較準 那德國A馬他們的Hybrid的床墊墊是有提供100天的免費試睡 而且他們現在在台北大小頭也有體驗墊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市場的話可以去體驗看看囉 然後在床的側邊是有把守的 所以如果你要搬運的話 非常方便 德國A馬床墊他們是全胎免運費 而且可以幫你倒撫安裝的 當天師傅來組整個床架 大概只花了不到半小時吧 我覺得超快超厲害的 我們這次的床架選的是這種後鮮式的收納床架 可以把各種衣服啊雜物都丟進來做更靈活的收納喔 德國A馬床墊在國際上已經獲得超過75個獎項 並且在全世界已經販售超過700萬張了 我只能說床墊百百種 A馬床墊真的是先試睡再說 我這邊也幫大家爭取到了折扣碼 德國A馬床墊官網現在有歡慶618活動 點擊影片事實欄專屬連結 套用優惠碼就能打折再打折喔 大家一起投入德國A馬床墊的懷抱吧 哇 沒收這張椅子不再讓他住了 你可以再做出來一點嗎 再出來一點 然後你也挺一點點 好 歡迎收看酒後的切切之語 呦呦 來我們今天就來邊喝邊跟大家聊聊 為什麼會突然租房了 因為這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沒有住在家裡 我甚至連結束之後都是跟公婆同住 不是跟公婆啦 就是我們住在婆家 然後跟奶奶一起住也兩年多了 你是有租房經驗的嗎 我是有租房經驗的其實 跟誰 我 我大學的時候在外面住了三年 你有住到三年那麼久 對 主要是因為我 大一那時候真的懶得通勤 所以我都懶得去學校 所以25學分拿30分就是這樣 沒錯 就是這個故事 然後後來可能我家人看不下去 第一年我是住外面用租的 後來覺得那個環境跟租金好像有點背後 對 後來我爸就投資一個淡水的房地產 其實我覺得我沒有排斥跟家人同住 但是難免還是會遇到一些生活習慣上面 不太合的地方吧 尤其是我們又算是有點三代的概念 對 但我覺得還好 你當然覺得還好啊 因為他每天都起床之後出門上班啦 啊常見待假的是我嘛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住了一段時間 一定是難免會想有自己的空間沒錯的 所以就剛好各種的因緣巧合之下 真的有了這間緣分找到了這間房子 所以才想說那不然就 是時候可以搬出來看看 因為我爸之前是有住過房仲的 所以他對於這種房屋的了解度一定非常夠 就很專業 都是有一些經驗這樣子 所以我們當初其實要住之前也有先問了爸爸 覺得OK嗎 他還是覺得是蠻難得一件的物件啦 當然還是覺得如果最終目標能以買房為主 肯定是最好 可是以我們現在的一些目標規劃來說 只能先用租的 但其實我們搬出來這件事情 還沒有跟奶奶說 還沒有跟奶奶說 對 這件事讓我們隱藏很久了 因為我覺得奶奶畢竟年紀也比較大嘛 然後你是從幾歲開始跟奶奶一起住 從小 從小 從出生 不是從來沒有搬離過他現在住的地方 對 我從來沒有搬離過他現在住的地方 我雖然從小住家裡 但是我搬過很多次家 對 你是有經驗的 所以因為畢竟跟奶奶從小一起住 住這麼久 當然也有一定感情嘛 因為但是奶奶年紀大了 是不是需要照顧 對 可是就 畢竟蠻難得的一個好物件 但是我爸媽住樓上 所以我覺得還好 那我們就自私一點囉 對 真的 對 沒錯 我們那時候在找房的時候 我自己有設定幾個目標啦 就是我是一定要有電梯 然後我的預算大概是抓三萬五 我想我們兩個三萬五平均應該還OK 然後再來就是我是偏好新城屋的 就算他不是那種全新剛交屋 可是我就是很看重廁所這一塊 我覺得廁所不能太簡陋或太陽春 然後我們最後選到的這一間 真的就是這麼剛好 他才剛點交完第一手新屋 價格又很合理 所以最後就決定是他了 你自己那時候在跳房的時候 你也是一定要電梯嘛對不對 對 我自己的條件 電梯是必須嘛 然後我有一點是 我自己最想要的 就是一定要有陽台 對 這是我很奢望的 我覺得沒有回家看到陽台或坐在那邊 哇 秋 不能講秋 舒服 為什麼不能講秋 我跟你講 好像很多人現在都不能講秋 我不知道什麼 真的嗎 就真的很秋啊 就很舒服 他為那個陽台 還把之前超商兌換的這個錄影椅 直接扛過來 直接放到陽台上 真的是很舒服啦 所以除了電梯 陽台之外 你還有什麼必備條件嗎 我覺得交通這一點非常重要 啊 因為你要上班 對 就是可能附近一定要有捷運站 然後如果沒有捷運站 就是停車要方便 你就可以開車上下班 對 我覺得這點還蠻重要的 然後空間的部分我倒是還好 我那時候只有覺得一定要 起碼有一間房間 就是我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不想要整個都打通 就還是要有一些 比較像套房的對不對 對 就套房我就沒有在考慮的 這個範圍內 就我覺得空間可以小 但是要有隔間 然後希望有不錯的採光啦 反正那時候真的看了很多 我也看過就是超級貴 可能一個月要四萬塊 然後就是採光超級爆爛啊 我們都看過了 對 我看好多 就今天真的命中注定 是 那我想問你 我這邊列了四個選項 如果是老公寓 老華夏 成熟社區跟興建案 你會怎麼選 價格一樣 如果他們大概都是一千五百萬 老公寓的話你可以買到30坪 老華夏你可以買20坪 然後成熟社區15坪 興建案10坪 OK 好 我的排名我第一會是興建案 因為我覺得花錢了 當然要住新的房子這樣子 對 然後第二我會選 成熟社區吧 然後再來就是華夏 最後才公寓 所以你就是從新到舊這樣子 對 如果排序 你反而不會考慮到空間大小 對耶 我覺得新舊蠻重要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是成熟社區 15坪 再來興建案10坪 然後華夏公寓 公寓真的是我們兩個的最後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公寓 我就覺得搬出去了 當然有電梯一樣 對 因為我也是小時候搬過很多次家 然後也很常住在公寓 然後是之後才住到社區大樓 真的是有電梯會舒緩很多 喔 真的很差 尤其是我常常有很多產品 要上上下下的 沒有電梯真的很不方便 但其實我們身旁有蠻多朋友 其實也是蠻擁護老公寓的 因為就會覺得 其實上去之後 你的空間可以重新規劃 那他馬上就不太在乎 有沒有電梯或是要走路 對 這就等於用電梯換空間的感覺 可是要看你怎麼選啊 也蠻好奇小雨球會怎麼選的 可以留言跟我們說 其實買房跟租房的需求 會不太一樣了 因為租房都是短期的嘛 可能一年 兩年 三年 但是買房你一定就是想要 久住在那邊 起碼住個三五年 然後之後可能再轉手啊 或者什麼之類的 所以買房可能還要就考慮到 他的增值性嘛 或是附近的生活機能 學區 學區我們現在在 哈哈哈哈 但是因為剛好最近就是要找工作室嘛 然後陸續看了很多間 又再加上身旁有兩三個朋友都陸續買房了 才真的慢慢開始有意識覺得 也想要有自己的一個家 的那個想法出來了 可是現在再回去看 現在的房價真的都高得嚇人 哇 好像是爆炸 就以前會覺得慢慢看慢慢存沒關係 但現在好像不是 你慢慢看慢慢存 對 真的 可以有一個房子 對 一個一千萬真的是 所以確實啊可能也會有人說什麼 那你們不如現在就不要租房 就從現在開始把租房的錢省下來 可是我又會覺得就是 我還是想要有自己的空間跟兩人世界 因為我們就真的結婚那麼久 我們沒有兩人世界 我們連蜜月都還沒去 對 我不知道蜜月要等到什麼時候 今年今年 就覺得有點太久了 然後原本的空間就是有點不服使用 所以剛好有這個物件 各種的緣分就變成這樣了 我們現在雖然租房 但是還是會持續的去看看 有沒有適合我們接下來 可以真的定居下來 居於我們真正空間的地方 最終目標當然還是買房啦 沒錯 你們有什麼想要分享嗎 分享嗎 還是其實你根本已經也沒有想要租 你根本就想要住在家裡 其實我一開始反而是想說 因為我就覺得住在家裡 我自己也很舒適啊 會啊 他很舒適沒錯 每面的人幫他煮飯然後洗衣服 欸 之後來這邊都要自己做喔 對啊 但是我自己也是蠻好奇 我們兩個人 因為我們真的很少有機會 兩個人一起住在外面 這麼長一段時間 除了疫情那段時間 所以我就會想試試看 我們兩個 會不會因此就吵架 會不會因為都要做家事 哇 吵翻天 應該不會啦 我覺得不會啦 會備好應該就還好 就是還蠻期待 繼續來展開新的生活喔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新的空間 也可以創造更多的日常片段 可以記錄給你們吧 因為以前我覺得真的是 受限蠻多地方的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很即時的 第一手想發什麼就發什麼 現在完全OK 所以之後可以多多期待 來多多關注我不同的平台 就可以看到更多實際下動我們囉 等我們改造一番 怎樣 我剛剛是不是有跟你說 在你坐前面一點 不然我看起來會很胖 你就一直往後躺 那我現在就只能這樣 好 好啦 所以總結就是 就是我們先這樣租看看 我們現在租一年嘛 那先試試看這樣生活怎麼樣 欸你覺得我會租到兩年嗎 我覺得如果真的很舒服的話 會想要租下去 我覺得也要看到時候我們 有沒有機會可以買房啦 沒有的話就繼續租 然後再繼續邊看 這樣錢就會一直流失出去 對 還是以買房為主 沒有我們現在就要自己設立目標 我們雖然租這一年 可是這一年內 當然還是要努力的工作存錢 就你不要在家娃娃買公仔一番賞那些都不行 就是你少買點衣服啊 然後你少點出去玩啊 或少點出國 對啊 蜜月都不要響了 蜜月都不要響了 我們就是努力追上他們的腳步 當然最終還是希望有自己的家 沒錯 來跟我一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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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跟大家Cheers一下 因為胡今天要開車所以他就 不好意思我先用JoJo 祝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心滿 心 心 應該什麼 心滿意足 嗯不對 對 祝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夢想中的 最合適的家 對 我就下支影片見 拜拜 拜拜 各位朋友們請你們打開你們的YouTube頻道 搜尋與 NYU底線 按讚訂閱小鈴鐺開起來 謝謝大家